大家好,星期六 今天有OT的,一會五點再回 現在告訴大家,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昨天就知道了,所以我OT裡面 談及這些Long-Armed jurisdiction美國 伸了手來香港,要制裁這個制裁那個 老共就很不高興,老美這樣 你這麼兇,我又這麼兇,反制裁 立了法,立了法在中國,招街已經夠了 不過就要黑鬼,黑鬼呀 紅仔話頭,黑鬼呀,是不是黑鬼呀 真是黑鬼呀,黑鬼佬 我又立法,你制裁我,我就反制裁你 現在人家制裁,其實最實際是什麼呢 制裁你林鄭,制裁你那些鄧炳大餅強 那你就不能開戶口,其實他不是制裁你什麼 凍結你的資產 如果凍結你的資產呢 老共已經凍結別人的資產了 不讓別人進去中國 其實中國有了這個,他自己的反制裁法已經足夠了 因為他也做了,叫做做樣反制 但如果你來到香港,立了香港 我就不明白他想怎樣 因為你可能就是要逼老美撤銷制裁 好現實的,以前香港沒有法律根 那你制裁了林鄭,林鄭是… 除了慎下,有空沒事 跟中央表達不滿之外 我被人制裁,我沒得開戶口 那誰不給戶口你呀 中銀都不給,那不行的 找一間銀行用也沒有 是不是,要開一個昆良銀行給你 這樣就很沒面子的 一會兒就說那個長臂管轄 就是別人的司法管轄到你的地方 那你要管轄它還是怎樣 不是管轄它也好,都要反制它 所以它叫做反制性質的法律 意思就是你管轄我,你伸手進來 要些銀行去制裁我的人 把你的法律… 那不只是這樣的,你制裁給何志平那些 那些當日,或者是孟晚舟那些 那些其實他的手都伸進來 香港很早伸進來 孟晚舟,你香港的銀行不敢借錢給… 孟晚舟就不是,未借就是 但孟晚舟就是因為觸慣了它 那些不可以跟伊朗 那香港的銀行都不可以借錢給你 跟伊朗做生意 是不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制裁一向都是香港有效的 美國的長臂管是香港有效的 現在的邏輯就是,我有法律 然後有些事情我認為你不行 我不准你制裁,你就不能夠制裁 那哪些東西呢,當然是你制裁我的特首 這麼噁心,是不是 我堂堂特首在香港 香港,竟然香港的銀行 是因為你美國的法律 你不敢跟我特首做生意 那你吹不吹我老美的 因為老美在美國,在美利堅,在美洲 你吹他不吹,但我吹得像在香港的銀行 跟著又落到命令 你要是跟我做生意,要是跟老美做生意 如果你執行老美的法例,那就對不起 根據這條反外國制裁法,你不要在香港做生意 或者你制裁賊婆,制裁駱惠寧 我罰款一千萬,賊婆比較重要,罰你一億 我拿來給現金,補償賊婆 類似,你明白嗎 他喜歡的話,那條法例 既反制裁有幾樣東西 但是你不讓人入境 不讓哪些人入境 那神祖不讓人入境 凍結他財產,不讓他簽證 那些學生,子女讀書 美國政客的子女,商界 沒有用,大家要明白 最有用的是什麼呢 銀行不讓你制裁我們 如果你沒有法例,那沒有就沒有了 因為制裁了,很沒面子 但是如果立了法,香港就立了法 那很簡單,有個人 比如,盧偉聰,盧偉聰 前警務處長,不是羅冠聰 是羅偉聰 羅偉聰,他就去匯豐 喂,讓我開回戶口 拿回那些卡也好,我存錢在那裡 不行,你不就向特首投訴 我們香港有反制裁法 他這樣制裁我怎麼辦 分分鐘去銀行遮鈕 叫他不要發聲,記者去問他 現在有反制裁,保護你 銀行要停止制裁你 要不然特首要執法 要執法,反制裁銀行 所有中間銀行都不可以執行 美國的場地管轄 背後有這堆東西 當然了,現在為什麼要停 他沒有想過嗎 好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巡例要… 好有趣的 即是現在review 大家要知道這些 雖然大家不需要很關心細節 但你開頭就是 講到很厲害,馬上實施 給你的感覺是 烈入附件三 即是去年也是烈入附件三 國安法 馬上就實施了 即是公佈實施 即是基本法講 可以公佈實施 劃本地立法 一直錯覺 以為是公佈立入陣 因為只是試過一次 但想起來不是 以前被國旗國歌那些 立了附件三 再去本地立法 OK 那麼最後的情況 即是幾… 星期二是吧 星期二呢 就阿茶婆正式表明 他支持本地立法 我們才知道 即是比較清楚些 原來不是 立法 但要立法 但你立法都要放上去 那是Gender 即是你放得上去 通過了說要立法 那就要立的 香港不可以說 通過了不肯立的 不肯立的 香港特首就是 黑爺 因為你只能靠老共 叫你不要立 你就不要立 老共說我放了下去 然後又不立 那你放了下去 香港的外資可能就開始撤走 可能那些銀行就開始要被迫 選邊了 因為你最終是要立的 會不會好像23條那樣 等了18年都沒立呢 人家不會這樣想的 人家就會說 這樣不行了 我開始 那我問你怎樣了 那你要解釋給他聽 本來昨天呢 陳茂波呢 就跟商業機構會面 就要解釋 那個安法怎樣 鄭若驊都解釋了 他一早 他當他是一樣的 所以他說 你們不用怕 我們會溫和的措施 諸如此類 但是人家 你溫和就是沒用 但是你最終可以制裁他 他要執行外國的制裁 你就執行一個反制裁 制裁那個商業機構 所有商業機構 特別是銀行 那人家要問清楚 你就解釋不清楚 因為你都沒有看到條法例 結果現在條法例沒有救助 那麽呢 白莫邦不用見人了 那我們看一下 劉兆佳是怎樣說的 他說因為西方關注 其中的原因是 西方透過外交圖陪刀 向中方表達關注 即令中方 中央覺得需要進一步探討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真是蕭先生 說這些原來他什麽都不知道 或者是因為 他說或者 西方透過 這些新聞都埋齊了 不是透過外交管道 根本人家私下公開都說不行 做銀行來說 我不管你怎樣 你這樣立法 你說美國立就行 你就跟著我 你就不跟著 人家說 是啊 人家餓 你又跟著 我都跟著我 我就走 那你不要 就是這麽簡單 其實 你不是問 商業機構公不公平 你問商業機構 是否不公道 美國佬這樣 他說是呀 對 不過我沒有辦法 我難道不跟美元做生意 你解決不了他的問題 我不管 總之你不可以跟 老共 就是這個態度 你不可以 你是這樣跟他 我又要你跟我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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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我選 和美國做生意 和你老共 和香港人做生意 我只能夠選 和美國人做生意 因為他那裏是太大了 跟著所有銀行 都撤離香港 你不要 可能他惡性去到這樣 那究竟老共明不明白 照計老共 我們經常說他兩派 但是我覺得不是兩派 他始終是一派 我還不覺得老共是很多派 只不過他哪一派 他都有個最大利益 在香港 去到一個level 他覺得咬不過 他就要撐住 你見到他這麼戲劇性 他以為那些商界 會逼到美國政府 是不是 取消這個制裁 或者是有得商量 所以他都給了一個緩衝區 緩衝區就是我們本地立法 有幾個月 那幾個月你就切法子 制裁一致婆 到他下台去算吧 我有面子的嘛 老共 誰知道人家不理你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人家不理你 最終你就自己 撤離不可以 他說 一旦完成立法 劉社會說 會增加部分 外國金融機構的營運困難 這些金融機構 就是以中美之間 中、歐之間 他們怎麼搞呢 這些機構 不排除這些機構 不排除 向本國政府表達憂慮 各個政府 跟中央 就是我們為大家 中央提出一件事 求你不要這樣 這樣 就可能覺得需要一步 哇 你看看這些 我找個片劇佬 兩千元 兩萬元個月 無線的片劇 作故事好過你 劉舍街 對不對 完全是完全是不知道的 早兩天還是 我們當然要這樣 然後 好了 輪到湯家驊 劉博 他不太清楚 暫不表決的原因 說暫不表決 譚耀宗去到尾 其實是沙庭 我告訴大家 大家不用理 這些 好似保持著 什麼時候 因為湯家驊也是 他又說一些常識不幸的事情 兩邊都受押 可能有些外資銀行 他們沒辦法做生意 所以不少外資就會多聲音 但是他說最終 湯家驊說 現在是錯的 他說最終 都會將這條反外國制造法再根實施 這個是全國性法律 香港都沒理由不去跟進配合 但是下次人大也十月 十月 習婆都施政報告 希望經本地立法下屆 現在本地立法已經下屆 但是無期 但是他說最終 最終是什麼時候呢 湯家驊先生 我們知道湯家驊先生是 反23條成名 公民黨 當日梁家傑等人 拿了個彩 好像當了他們 0371 大家 年紀大先給我幾個 0371 搞出這麼嚴重之後 他們當時就充分 在運動裡面 加以蘋果日報煲他們 好像說到他們 四十五條關節組的功勞 所以從此就成為司法界的明燈 湯家驊也是受惠者 不是 我不是說他這件事 而我問你 這麼簡單 十八年後 現在 23條還沒立 有一個問題 我們慢慢才研究 23條為何還沒立 整天說是立 立 曾蔡英權立 老董立 梁振英立 都插外後立 全部都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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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著拖到現在 好了 結果最厲害的 又不敢死了 立了一條國安犯 一年下來 大家總的來勢 是不是不加殘 大家不加殘 好了 現在 湯家驊有些智慧 你也知道 上次一停十八年 現在你說 最終會立 是不是只十八年後 我看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他一殺停了 他沒有說下次 最緊要他沒有說 什麼時候再拿上去 傳到這麼行 當然是官方傳出來 譚宇宗那些 其實就是什麼 真是嚇鬼 嚇鬼佬 子老虎 而這個子老虎 最終被迫 撫住 殺停了整件事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呢 其實就很簡單 大家 不是經濟專家都好 你都會大約知道 這一年來 他不認 GDP升了 諸如此類 但是有很多 不好的消息 裡面的經濟 但是很多事情 你知道 外國媒體 是喜歡報仇報喜 我都是信與不信之間 但是有些事情就沒得不信 就是香港的股市 香港股市 騰訊昨天跌3.4% 今年初已經跌了四成 四成 年初來講 阿里巴巴昨天跌5.5% 比去年第四季 即一年前的高位 他接近只剩一半 一半 這些是方法巨頭 其他那些差不多 在美國的快手 跌6至8成 最重要是還沒停 很多情況見到很多股災 香港的恒指都跌到 恒指已經等於中國股票 在香港 基本上 很簡單 是跌 所有東西都跌 包括我的電影都跌了 但是跌了之餘 相對的派息高了很多 所以我是很肯定的 因為香港的企業 就算經濟不好 內循環 本地循環 雖然有個譜 但是中國的 撐著恒生指數 現在就是這些 這些巨股 就全部都跌倒了 其實就不是香港的本地 經濟跌得多 而是中國跌倒了 接著來講科網 接著教育 接著房地產 全部都是家產的 所以在他來講 習大的邏輯就不是的 因為我們轉型去社會主義 是會這樣的 算了 太多人評論 我又不是經濟專才 但是我都不至於無知 他也真的無知 我都叫他讀過A級 考過兩次 都是合格的 考過Credit 還有長年自己又要理財 自己又要投資一下 有些基本常識 對於經濟學 都知道是大件事 整個雲勢向下 老共的經濟 我想我清楚過習近平 因為他的肚包 就覺得沒事的 他的問題 這些我們 但香港自己感覺到的 經濟壓力很大 對中 你說是否江派制住他 這些是港股佬做出來的 我從來都不覺得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總之來說 就算他思想多阻礙 多革命都好 因為革命過程 比如你推倒樓市 推倒大企業的 資本主義的罪惡 跨國企業 你推倒他 一定有個短期效果 長期效果 長期效果覺得對 就是要這樣做 但短期他已經受不了了 就是這麼簡單 受不了的話 香港更加承受不起 外資撤退的風險 而且怕真的會撤退 因為你看老美 或者拜登在做的事情 已經在脫鉤了 你不相信而已 他是在安排脫鉤 到時候可能因利成變更加進一步 連美元和港幣掛鉤 你沒有了銀行 全部外資銀行要撤退的時候 那你就打磨了 所以他玩不起 最終他玩不起 結果就習慣了 習慣了 習慣了 他很有趣的 不立就不立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立也不用緊張 有什麼很緊張 我覺得很慘 我都說預料了 攬炒派 攬炒 攬炒原來是犯國安法的 講攬炒他想得多 攬炒 Name Chow 這樣成為英文 據說現在 Name Chow這個字 好了 這個講完了 大家應該高興了 即是我們經常講 昨天本來很生氣的 即是講一下李宇軒 但你看過程又拖了四個月後 到時閒閒地又拖了三個 即是說這些根據國安法去審的東西 除了健康影響建案是真的之外 其他那些說拖就拖 為什麼呢 始終是人知識的外交 就用了我們的司法制度 這樣玩到殘了 玩到爛了 是不是 但是最現實不過就是 你整個社會的人離去 跟著又是經濟倒退 這些越來越浮現 幾個月來 是不是 即是香港 大家感覺到 我都不需要樂觀 也不需要悲觀 是有這個趨勢 我一向都說 大家 除了你自己個人理財之外 要走要留的個人選擇 不要吹噓一些東西 叫人家跟來 這樣就行了 那就是最符合的道德 好了 講多幾句那麽多 就是這條片 因為這個就 最近這個 包括香港那些 中媒 中方 親中 有看到很喜歡罵美國佬 又沒有道義 在阿富汗 大家都可能罵了一份 我都罵了 罵了一份 美國 尤其是這個拜登 其實我最擔憂就是 老共認為他真是那麽廢 我相信老共沒有那麽笨 因為去到軍事又是另一回事 是不是在台海冒險進攻 你不要看胡錫進 他不懂的 即是軍事他不懂 真的懂軍事的 包括老共自己 他要打仗他就要面對 真的幾天就搞定了 你不懂事就亂說 懂事就知道 沒得幾天搞定 真的打起來 那個問題就極大了 所以是完全兩回事 最重要的是 你說老美對阿富汗整個國家 欠缺道義 我是完全同意 大家都會同意 就算你說 竟然賴了阿富汗的人民 你總有專家 還有你經營了二十年 那個是你殖民地 二十年 那你都弄了好好的制度 那些英國人 搞香港的殖民地 怎樣都好樣些 對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功例子 譬如他在伊拉克 他也是扶植他的人 但他叫他搞得到 那這個情況 為甚麼阿富汗這麼弱呢 證明下層未能上達 中間的官僚是有些掩蓋了消息 變成了拜登又比較老天真些 憂由寡斷 好了 所以搞出很肉酸 但是整個大戰 他有沒有錯呢 絕對不能夠說他 因此就認為他會放棄台灣 這個一定不是 整個大戰狼 他正正是因為要把實力 把兵源 把助力轉到亞太 你見他十分著力 過去幾個月 而阿富汗永遠是虧本事 虧本生意 虧本生意 虧得到廢難事做 只不過他結束過程很噁心 好了 當然沒有道義是真的 沒有利益就沒有道義 國際政治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會不會對香港都沒有道義 大家看到我有沒有道義 但你又不是他完全沒有 我覺得安排多些移民額給你 對香港人差不多 我覺得合理 多好 很多人沒有 你不到好像阿富汗那樣 他都不肯收 那就要收 因為人道 看到很慘 但香港遠遠不用這樣 早早安排了 你自己要聽到一些OK話來講 有些擁擠到機場上機 821號 這樣一個混亂 這樣就會了 這樣會出現了 如果大家自己混亂 我也會說 如果不是 那 那 那幾年慢慢撤離 對不對 這個 雖然是這樣 只不過呢 中共喜歡這樣做這些宣傳 我又給大家一個 簡單的比對 老美對阿富汗就沒有道義 但他是為利益 英國對香港有沒有道義 都沒有什麼 但他都跟你欠了聯合聲明 現在開放給你了 算是這樣的 你不要期望那麼多 殖民統治是為利益的 他去阿富汗又是為利益 大國利益 那你大國經常只顧自己利益 那你中共是不是顧自己利益 對香港是不是 一樣 中共對香港不單止只顧著利益 而且亡因負義 香港是幫過中國很多 香港本身 香港人 領導層走了一回事 英國人走了 但香港普遍民間社會 是支持老共 支持中國 我們有情懷 這麼多十年來 斯徒華是愛國的 現在連斯徒華都說他是親英親美 他也是親英親美 美國人被他搞事 美國人支持他的民主黨 他就是親英親美 香港人是親美 那怎麼辦 為什麼才可以 人家沒有特別的道義對你 但也算是這樣的 但你簡直是亡因負義 對香港人是不是亡因負義 老共 沒有香港人的幫助 他那四塊有沒有那麼順利 一句都不提 今天 小時候我們怎麼支援國內 那些窮親戚 現在一反念 跟了老共 反了念 我最不順氣就是這些 我最看不過眼就是這些 我不能回去 免得看到這些十億餘味的人民 口傳你都知道 當然現在那些小紅粉都不肯知道 他老共威風的時代長大 當然是信了他那套宣傳 但你官方是有個債 最簡單去年四十周年深圳 提都不提香港的貢獻 當年深圳怎麼弄出來 大家看看報紙 其實這是歷史 很清楚的 騙不了人 沒有香港就沒有深圳 整個發展 第一批上去建設的人 就是香港人 第一批上去把經驗灌輸去投資的人 也是香港人 現在巴欣賠都不要緊 但是你要尊重歷史 一個人 如果你完全不尊重歷史 都不要至於忘恩負義到這樣 是不是 炒作 叫我梁正英炒作香港人搞港獨 一下子就抹走所有民主 還要倒退 現在就說到自己都適合了 香港人看在心裡 忠言你是忠立 你都要明白這件事情 是完全忘恩負義 純粹是大國利益 自己的利益 武共自己的利益 對香港人是這樣 所以香港人 老美這樣親不過 我說香港人一定是繼續親密 一定是信美國 信英國多過信共產黨 推不肯仲啊 這件事情 你明不明白 這件事情立法 不肯准說 不肯讓別人親密 離開了香港可以親密 離開了香港的人 全部都親密 親英 沒辦法的 這件事情 是不是 沒辦法的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你順了思想 我一向都不會簡單 親密的 從來都沒有 是吧 我有批判能力的 我也希望大家 你看到我的視頻 都分享這件事情 我們看東西立體一些 是非也搞清楚 美國對香港 不算很無道義 對阿富汗是沒有什麼道義 但是它是本生意 那就算是這樣 最後還撿這麼多人走 對香港沒有 香港它有利益 但都算是這樣 安排這麼多人走 難道它派軍隊來嗎 不行啊 老共 現實是問題 但在現實以外 它都算是肯出聲 肯安排你移民 也都合理 但是老共呢 有什麼合理性 不要說趕盡殺絕 你有什麼權趕盡殺絕 是因人 對因人趕盡殺絕 這些人是忘恩負義